电脑进水来之后呢 要第一时间拿到周边的维修电器清洗 但是再次插电依然不开机 究竟什么问题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光头哥 这是一台A2485的苹果皮肌文电脑 R021款N1 Polo Max 16寸 机主说在剪着视频的时候 一杯水不小心一倒进键盘去 机器就不开机了 然后拿到附近的维修电器去清洗 再次充电依然开不了机 发现没有短路 CPU左上方明显有进水的痕迹 我们先用洗板水清洗主板 微镜扫描 把有发霉的地方都进行全面的清洗 发现5VSR的供电芯片有异常 我们直接对其进行更化 用进水的机器啊 是比较容易烧供电芯片了 因为它有时候高电压 碰到低电压 它那个芯片就直接扫毁 我们散热一下主板 直接通电测试 发现身压正常 跑码正常 接下来我们把主板装上机壳 螺丝固定好 机主说它的资料也是比较重要 那我们能否给它保住资料呢 好 主板螺丝已经固定好 清洁一下 安装上电池排线 盖上后壳 再次的插电 熟悉的苹果Logo亮起来了 进入系统 这电了的话我们就已经搞开机了 资料也在 苹果笔记没问题 关注关头哥 拜